香港人熟悉的黑腳豬火腿 西班牙名酒、雪梨酒 全部都是來自西班牙的西南部 除了見識西班牙獨有食材 我還會繼續上課 跟當地廚師進行廚藝交流 西班牙新之味 近廚得直,為你送上 這集我和Jacky來到西班牙西南部城市 叫做Herez 黑雷斯這裡不算是一個大城市 但是在西班牙人心目中 就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為這裡是西班牙的雪梨酒之鄉 不過Shirley的酒廠 我們可以遲一步再參觀 來到Herez 我們先去這裡的烹飪學校上課 做半夜學生 這間是黑雷斯具有規模的烹飪學校 可以提供兩年制的專業廚師課程 第一年,主要是基本課程 讓學生具備基本烹飪知識之後 第二年就會學習各種烹調技巧 和學煮不同的菜式 而除了學烹調技巧 學校也很注重訓練在賣相方面的創意 其實吸引的賣相 絕對可以為美食加分 不知道我們的創意 又適合西班牙人的口味呢 其實我覺得豬肉或砌食物 是很努力地做的 對,而且有時都無所謂 有時喜歡怎樣做 有時有更多不同的菜式 現在我這個就完結了 這麼快? 稍微微微微微微 很漂亮 簡單來說,一次過可以多吃東西 甜點,味道會更豐富 太好了,我們在學校前 非常美味 我們就完成了 不知道老師覺得我們是否合理 這個大小 素人 生命 生命 樹 生命 生命 謝謝 謝謝 這個… 完美是宝珠嗎 宝珠是… 宝珠是宝珠 宝珠是宝珠 他說這個很有材料 還有一個很有藝術的 有興趣 就是很高級的 上完這堂 我們又去找另一個老師繼續學習 我們去煮吧 好,我介紹 我們去煮一大小的魚 很普遍的一大小的魚 我們去煮這個牛尾卷 除了牛尾之外 還有其他配菜 包括紅蘿蔔、紅椒、番茄 而全部配菜都要切條備用 平時有很多人吃牛尾 通常是牛尾番茄湯 或者用紅酒焗牛尾 試試 很好吃 對,而且很軟,很好吃 外國很喜歡捲的 很大塊的牛尾 捲得很緊,然後就烤 味道很香 對 牛尾加起來和蔬菜 煮出來是很香的 這個時候可以加上香葉 黑胡椒和丁香 而煮西南部的傳統菜式 一定要用地道的雪梨酒 這次老師說要用一瓶雪梨酒 這個時候會用一瓶雪梨酒 因為它們會很濃烈 所以大家不用怕 對 用這麼大的酒會不會吃到 會醉呢?不會 加完雪梨酒之後,要加水 然後用慢火燜三小時 燜完三小時後,牛尾就淋了 把牛尾的肉拆出來 把醬汁隔開 然後就可以做包鍋卷的步驟 這個就是豬網油 我沒想到西班牙人 都會用豬網油去做菜 豬網油其實是豬肚包住 外壁那一層的脂肪 那一層就是豬網油 用豬網油包住牛尾,再煎一分鐘左右 然後將牛尾卷擴入180度的焗爐 焗五分鐘左右 然後有一點配菜 有番茄、南瓜和薯仔 外面還用橄欖油和香草醃 這個就捲了東方風味的米粉 是辣人之米粉,也有的 先放進去 而醬汁方面,用燜牛味的濃汁 煮熱後,淋上去就大功告成了 這個牛尾卷聞到已經很香 很香,我不客氣了 很好吃 這個我之前在法國很常用 油味是嗎? 對 我知道西班牙人很喜歡這個 其實我覺得它的味道 有點像中式的燜牛味 它多了一種酒的香味 酒的香味 對 而且因為包含豬網油 有些動物油脂的香味 令它本身焗爐出來的效果比較鬆化 而且肉質也燜得很軟,也很好吃 吃東西有時候除了用口吃之外 也需要用眼睛去感受 這個動作是否吸引 這間學校除了加入烹飪的技術之外 還加上擺設和對視覺的感覺 這次還用到很多東方的材料 例如米粉和豬網油 喝多了這樣的交流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西班牙的風乾火腿 是西班牙人不可缺少的食物 而這裡每個城市 都一定有風乾火腿的專門店 來到西班牙一定要試這裡的火腿 這間店是專門賣火腿的 對,進來就聞到很香的火腿味 吃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自養科式的豬 品質和價錢都不同 像這隻用來做廈溫火腿的豬 豬是吃醬果的 一公斤賣成九十元元 賣完整條的話,八九千元港幣 你還沒說不貴 這些專門店 會將不同的工場出產的風乾火腿 一隻隻掛在店裡 等人買的時候,才把火腿切薄片 這樣就可以保持火腿的原理 除了買回家吃之外 店裡還設有八位 西班牙人最喜歡在下班後 約一群朋友一邊喝東西 一邊吃火腿 吃當然吃得比較好 是 這隻吃就算是全場最貴的 來,多漂亮 放進去… 這隻零碎是比較柔軟的 聞起來會比較香 因為有皮有臭,吃起來會比較香 而且我知道西班牙人 很喜歡配搭這個斑 以及雞蛋,即是芝士 配搭一起,真是味道很棒 對,這麼好吃的火腿 想不想知道怎麼做? 當然想吧 先看看 做西班牙出名的火腿 芝士,加上芝士 就一定要用食杖過的黑腳豬 而這些豬主要是在西南部的 戈道巴治養 來到科爾多瓦 我們馬上去到 駐養了大約115隻黑腳豬的豬場 這些全部都是走地豬 而且每隻豬平均是有一公頃 杖住園的活動空間 保證不用欠吃 很大隻,而且腳很…腳很粗 而且這些豬跟我們平常見的豬 是不同的 跟平常見的有些粉紅色 是黑色的,這些是黑色的 白色的,這些是深灰色 和黑色的 而且豬也發掛的 一走過來,牠就會走過來 對 這種黑腳豬 其實是地中海豬和非洲豬 交配餘成的特殊品種 它的特徵就是全身深灰色 黑腳、黑蹄和豬毛比較稀疏 而背肌和腿肌就比較發達 除了血統純正 這種豬還經過在專吃醬果 而在豬場裡 到處都燉滿了醬果樹 在醬果成熟之後 黑腳豬就會以醬果為主要食糧 每一年,由十一月到二月 醬果就會成熟 豬就會出來吃 每天都要吃十四公斤 對,豬由原本體重到八十公斤 就因為四個月不停地吃… 增加到一百六十公斤那麼重 總共一倍又多 豬吃點醬果 但這些是生的,比較青色 而這些呢 對,深色一點,啡色一點就熟了 所以吃點點 豬很聰明的 牠們懂得摸過殼殼才會吃 不如我們嘗嘗 我嘗嘗什麼味道 好… 有一點點甜 甜點的 對,我覺得有點像吃生栗子的質感 和平味道 很香的 對,跟油分比較重 皮膩摸上去有一點油 油膩的感覺 對,吃多一點 對,吃多一點 蝦腳豬吃了醬果之後 體內脂肪除了特別甘香 更有一種獨特的果香味 他說,吃了這些醬果之後 蝦腳豬體內脂肪會轉化為不飽和脂肪 所以用它來做成的風乾火腿 可以說是火腿中的極品 蝦腳豬養至至少十個月大 就可以用來做Harmone Iberico 下一節,我們會去工場 親親了解西班牙風乾火腿的製作過程 上一節,我和Jacky去了養 他做豬肉豬場 現在我們就來到這間 做Harmone Iberico的工場 這些火腿這麼矜貴 製作步驟當然是不可以馬虎 好,首先就在豬哥上欣賞的記號 記錄開始製作的日期 接著就用大量的海鹽醃製豬腿 而醃製的時間就是依據重量來計算 例如豬腿是七公斤 就需要醃製七天,而此類推 進行鹽醃的時候,溫度是四度 濕度是大約83% 醃製完之後就要把鹽全露通走 然後就可以拿去風乾了 火腿 洗完鹽之後 就把Harmone一條條就掛在這裡 放四個月 最初的時候溫度維持在四度 濕度是80%以上 每隔兩天,溫度提高一度 最高是13度 濕度慢慢掛低 而這個步驟就令火腿加速入味 這些已經放了三個月的Harmone 很高興的,一進來就能找到香鹹的味道 對,大家不見得多了很多白色的毛菌 這些毛菌除了增加味道外 還可以防止水分滲進去 火腿會存放在這些房間四個月 接著就可以儲存在地庫,進行熟成 所需時間由22個月到36個月不等 因為放了一段時間 油分開始慢慢滲出來 已經很亮身了 現在師傅在做一個測試品質的工序 用柱地用的馬骨插進去 聞一聞,聞到品質是怎樣的 吃吧,老闆 這部分的味道有一點香味 有點甜甜的 味道比較濃 因為這裡的部分比較多脂肪 經過品質檢定之後 火腿就可以出廠了 馬上嘗嘗嘗 好想嘗嘗 200多粒磚是用來切吃的肉 對,也很薄 對 其實這些蟹蟹一定要很薄才行 對,因為太鹹 太厚,而且味道比較重 味道不錯,脂肪比較厚 好,可能夾著那塊肉就比較柔軟 而且味道真的比較好吃 相對於我們吃的金華火 肉質比較柔軟一點 而且帶一點脂肪,非常滑口 我還要…太好吃了 吃完Hermon Iberico 接著我和Jeky就回到Helais 參觀一間在七世紀興建的城堡 由於當時黑雷斯這裡 是由信奉回教的北非摩爾人統治 所以就興建了不少有回教特色的城堡 但到現在就只剩下這一座 城堡裡面還特別收藏了一些歷史文物 例如這個,用來做橄欖油的工具 它是以動物推動 用來將橄欖磨碎的石磨 接著就用這個工具 做磨碎的橄欖加水壓成章 最後放入大缸,讓水和油分離 就製成橄欖油了 除了可以看物物 這個城堡的最高點 有一個房間是有客必去的 是,真的很清楚 原來也可以這樣看 這裡可以看到整個城市 晚上應該更漂亮 如果有燈光 很清楚,就像一張照片一樣 對… 是不是很神奇? 就連行人和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據聞這個遙望鏡的設計 是出著特紋西的手筆 而透過頭影 你還可以欣賞到這個城市的美得地方 來到Helès,一定要嘗著名的雪梨酒 而養製雪梨酒 就一定要用Helès出產的葡萄 大家看看 後面就是一望無際的葡萄園 而西班牙所有葡萄園的種面積加起來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而在Helès這裡的葡萄園 最主要是種一種葡萄 叫做Baramino 用來做這裡最有名的酒,Sherry 而Sherry的西班牙文 就跟這個城市的名字一樣叫做Helès 他們就在葡萄最成熟 大概是八月、九月頭的時候收割 所以釀出來的Sherry酒比較甜 看完這麼大的葡萄園 下一站就是去酒廠 看看釀製Sherry的過程 這間是在Helès具有規模的酒廠 在1870名成立 不少名人都來過參觀 像歐洲皇室、Vitos等等 而這作雪梨酒 首先是把收割好的葡萄去皮榨汁 然後進行發酵 經過發酵之後 當地特有的酵母菌 就會跟酒發生化學作用 逐漸在酒的表面形成一層酒花 令酒不會繼續氧化 同時產生Sherry的獨有味道 另外,除了Sherry酒桶都很講究 全部都是用橡木製成 而且一定不會用新酒桶將Sherry酒 全部都是由專人將酒桶翻身重用 而在酒廠,品酒師每天都會進行試酒工作 確保品質 他還教我和Jacky試酒的科法 啟動 一次,我們會吸到酒的酒 最初就是喝酒的飲料 是一個視點的進步 所以看我們在酒店裡看 通常用酒的飲料 第三項用是一個 歇涵的層酒 在嘴邊的脖皮 的口氣 我們趕上酒 封一步 在嘴邊 這個方向我們看 被知道酒店的創意 尤其是醉段 我們首先聽到川客 勞酒店 我們放在嘴巴上, 放在嘴巴上 放在嘴巴上的嘴巴上 會說是否是甜的, 鹹的, 鹹的 或是濃郁的 給我想像中是熱入口 而且挺有層次的 開始的時候, 前面的荔枝母會比較甜 後面有點苦味 然後搗勻後, 有點酸酸的味道 還有點辣味 辣的味道 平時喝其他酒 也會好注重酒的連份 但喝Shirri酒就完全不同了 因為出廠的Shirri酒 混合了不同釀製連份的酒 這個做法 我們是令Shirri酒保持穩定的品質 乾杯… 通常西班人會吃雪冰Shirri才會喝 當然不是只喝 通常他們會配西班人的風乾火腿 還有羊奶一起吃, 試試 這個味道很重奶味, 而且質感也不錯 味道不錯, 鹹鹹的 有一點脂肪和油份 配酒非常好 下一集, 我們就來到這間騎士學校 欣賞一場精彩的馬術表演 因為拍攝當日就是10月10月號 是西班牙國慶的大日子 而這場特別安排的馬術表演 就是慶祝活動之一 這次有份表演的馬 全部都經過嚴格訓練 所以可以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 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西班牙資源豐富 所以街市買的食材真是應有盡有 所以街市買的食材真是應有盡有 西班牙三面萬海, 海產自然相當豐富 讓我煎鱔魚先煮一下 今天在西班牙, 我嘗嘗用這裡 幫我們人很喜歡吃很常見的 種魚叫作拉達 逐條釣回來的海魚 通常他們喜歡煎, 所以開一邊 煎香後, 加些橄欖油、醋 洋蔥、蒜蓉、葡萊蔥 煮成一些醬汁, 淋上去吃 今天嘗嘗用這個仿東式的蒸魚方法 看看效果如何 這條魚本身比較厚 在蒸的時候, 在魚身上, 割幾刀 弄它, 就容易熟 通常很多人問我 蒸魚其實蒸多少分鐘才夠呢 其實是魚的大小 通常跟鯪鯪鯪香港的魚 蒸八至十分鐘就差不多了 但這條魚這麼厚 我想起碼也蒸十幾分鐘 其實碳溫這個火腿 它跟我們香港市開的金華火腿 有一點點不同 金華火腿比較鹹一點, 它比較鹹 本來它本身有股肥油在這裡 其實蒸魚有一點點的肥油 其實是無所謂的 反而令魚更加香 蒸魚有一點點技巧 在碟底裡 一碟底ata的地方 還有還有薑和蔥 對於鯪鯪鯛, 已經用了一碟 和魚的鯪鯪鯉 再用鯪鯪鯉 調香味比較重 那麼鯪鯉 還有雞肉比較有色彩 很好吃 所以我揉魚鯪鯪鯪鯉 好, 用光鯉鯉 有魚的鯪鯉 然後就可以去蒸了 好了, 在蒸魚的時候 我們可以準備好醬汁 我用橄欖油 然後用豉油 加點雞湯 加點糖 好了, 煮橄欖油之後 就要把這個醬汁炸下去 通常想知道魚醋不熟的話 我就會用筷子炸進去 如果很容易地炸進去 而且骨頭已經出來了 就已經熟了 用牛筷子做一刀也可以 然後就可以加點蔥絲 也很香, 還有一點腥味也沒有 我加上粉的醬汁 趁熱, 淋上去 就開始了 這次利用中式的煮法 炮製西班牙的食材 這個Korsofa 對西班牙人來說 絕對是新嘗試 我喜歡 對西班牙的食材 釋出 好, 同樣 謝謝 今天要吃西班牙西南部 這次介紹了西班牙西南部 給大家認識 如果大家想重溫這集的內容 請瀏覽這個網絲 下一集, 近廚得吃西班牙之旅 帶你認識西班牙之醉 包括最出名的西班牙芝士 Manchego Cheese 新鮮可以給黃金的香料, 花紅花 還有最多人喜歡吃的吞拿魚 下一集, 西班牙再見 Manchego Cheese Chii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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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iChi